今年北韓飛彈連發 武力威嚇堪稱史上之罪 身為禁鄰的南韓 當然得時刻警惕 南韓軍方宣布 他們的遠程地對空飛彈 也就是所謂的韓版薩德試射 首度成功攔截目標 讓南韓可以建構多層次空防 一旦敵軍攻擊飛彈下墜到高150公里處 駐韓美軍薩德就會先行出動攔截 不過萬一失敗將出動韓版薩德 在較低的50到60公里進行鎖定 最終還有愛國者三型 中程地對空飛彈天弓二型 阻止飛彈來襲 不只南韓 美國也加快腳步應對東北亞威脅 美軍計畫在夏威夷成立太空軍司令部 也是首度部署在印太地區 更備有衛星通訊 飛彈預警設備 要隨時為作戰 做好準備 北韓軍事緊密聯繫 不只空中 未來也可能增加潛艇演習 來對抗北韓的前射飛彈 和共軍的無人潛艦威脅 TVBS新聞 中華方案